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万送你 非常的简单明了的广告 光是讲得出这个广告 你们就小孩是有年岁的 这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 很久了 这个闪亮三姐妹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 不过当时他们的确就靠这个红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是在那个庙里仇神 跳那个钢管舞 是说本来是不是 他们家族 这个也是有家族企业 就是他们家就是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那个货车开出去 一打开就会有 他们就是在帮忙做这种仇神的舞蹈 不过这个闪亮闪亮 这个不只是台湾的习惯 我想全世界在讲这种 哇 这个偶像的时候 这种闪亮闪亮 像我推的孩子 这个 其拉其拉 其拉其拉 那眼睛不是其拉其拉 眼睛都其拉其拉 对啊 那女主角会叫心也爱 你看就跟星星一样嘛 对 所以全世界 包括眼睛 她在画漫画的时候 那个眼睛里头就真的把星星画进去 超画的超花张的 眼睛里面就有个小宇宙在我们 不过叫做心也爱 的确有她的道理 就是说 我们要讲说 最亮的东西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星星嘛 对不对 因为星星就是恒星啊 就是会合融合 放出非常强烈的电磁波 虽然 我们刚才讲到嘛 因为这是那个明星 其实就是一个比喻嘛 我们讲演艺人员 我们讲说某某明星 某某明星 就是把他当作是用星星来比喻 对啊 所以中文也叫明星 这个英文也叫star 对啊 那虽然大家现在讲到星星 就会想到 有光害 要看星星不大容易 但东海应该算相对容易了 这个也是要看运气 老实说 对对对 所以现在看星星 已经不容易有光害 但是我们还可以 好你先讲 最容易看的星星就是太阳 没错 我正要讲这一句 太阳 大家不要忘了 它也是一个星 而且它在宇宙中 还不算是挺亮的 是属于比较是 小老弟那个等级的 太阳还不够亮 对 那月亮怎么办 月亮更暗淡 你这是都是比较急的 可不过太阳 开玩笑 你居然说太阳不够亮 在地球上的大部分人 都不会认同这件事情 尤其在夏天 好不好 还不够亮 这应该太阳就是我们在 身为地球人 所能看到最亮的东西 对啊 然后这个尤其是东方人 对于太阳 这个都会有一种执着 就是比如说 你的衣服洗一洗以后 去晒个太阳 可以消毒这件事情 上次就看到就是文化差异 就是西方人 他洗好衣服烘干以后 然后呢 跟他同住的日本室友 就说要拿出去晒 他说干嘛 烘干的 你还要去晒太阳干什么 这个没有必要吧 你们日本人就是对太阳 有莫名其妙的执着 我名字都叫日本 对啊 不过我心里想说 其实去晒晒太阳 好像可以消毒 也不只是日本有的 我们台湾也蛮有这个习惯的 有人说 那个晒太阳 会有那个味道 是因为那个 你的棉被上面有橙蛮 那橙蛮 这个 你去晒晒 他就刮掉了 以后 你闻到的那个 晒太阳的味道 是 沉满尸体的味道 不过我们闻到 丝臭味就是 不过好像有研究说 这个只是个传说 这个是都市传说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就 也是 没多久以前 有这个研究论文出来 所以这个 你闻到那个太阳的香味 不是沉满的丝臭味 因为那个味道闻起来还蛮不错 还有一件事情 日晒过的衣服 其实会比较 酥脆 我应该这样讲 酥脆 你塞到嘴里去吗 我讲 穿起来真的会比较好穿 对 因为我烘干过的其实是比较软 软一点 那有时候有那个 这个晒过之后 真的会有那种 这个的确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直接加热 用的可能是红外线 还有就是直接接触的加热 那太阳的话 它就是全频谱 对不对 所以也有紫外线 那我们只要紫外线会有杀菌 然后还有一个 有一个可能是 或许是臭氧的味道 因为像那个 之前不是疫情吗 那疫情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嘛 那个从外面回去都要消毒 对不对 酒精 对酒精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哇你那酒精喷下去 再多也不够喷 那以前呢 我家有买个紫外线灯 其实在我们实验室 现在还是有啊 就是紫外关灯 当然你不是拿来消毒人 现在烘碗机也有 对对对 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就有人说 哇在教室里面就装紫外线灯 这样子照 我说拜托 那些小朋友都被你照到 照到生病了 因为它那个是有杀伤力的 对 因为这个我们学了 我们量子力学之后 你就知道 电磁波的能量 是跟频率成正比的 紫外线是属于高频 短波长 所以它的能量比较高 那像我们说太阳晒太多 暴露在过多的紫外线下 皮肤癌的风险就比较高 你知道吗 以前有专门为了要展示 我就是那种热爱户外生活的 有那种专门的 尤其在日本 不是有躺在那个 类似像日光玉 那个里面 就是假的日光玉 他们那有个名词 我忘记了 对对 那个也是用紫外线下去照 那不是绝命终结战 有人被关在里头 别这样子 日本不许就有了 日本那时候未为流行 对对对 就是进去烤那个小麦色的肤色 对对对 好 那总之就是 我们太阳这么有威力 会有造成我们生活上的 我想到一半 我们那个紫外线灯就是 比如说我们收到包裹 或者去超市买东西回来 那这种 比较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丢进一个房间里头 用紫外线 照它 照上个 这个二三十分钟 其实是可以闻得到 有点像那个 臭氧的味道 太阳的那个味道 那那个他们说是臭氧嘛 因为那个紫外线 紫外线照到氧气上面 会引起一些反应 就是会就是把它打断在重新见解的 几率增加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出现臭氧 的确臭氧是有一点点味道的 没有错 所以才叫臭氧 可是我闻起来 故名思义 真的日晒过 不然臭豆腐难道不臭吗 难道不臭啊 那外国人不懂啊 好不好 好 所以刚才讲到了 这个紫外光可以拿来杀菌 它是太阳的 这个全品谷的威力之一 然后晒太阳 大家会觉得太阳已经够亮了 那刚才又吐槽 太阳其实不够亮 那是因为跟其他的星星相比 对 可是跟其他星星相比 我们的太阳还是超亮啊 对啊 那也是因为太阳离我们 比较近的关系嘛 好 那所以这个太阳 这个大家如果有看我们 亮子熊的这个YouTube频道的话 我们前面几集都在讲 核融合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 因为核融合是可以产生 非常巨大的能量的 好那我们在里面也讲到 太阳的核融合的能量 它只要一秒钟放出来的能量 就够我们地球 全地球的人类用上四千年 所以我们才会说 做个带身球吧 包起来 你的直觉就是超浪费的啦 如果不把全部应用 全部都没用到 对啊 所以这个太阳 它的这个放出 当然它那个能量 是以电磁波的形式 释放出来嘛 那它的这个 释放出来的能量 有多大呢 它的功率是 3.8乘以10的26次方瓦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小子麻烦了 我们首先是不是 应该来理解一下 什么是瓦特 瓦特我只知道 它是发明了那个 珠水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就是对于这种 把不同的能量形式 拿来变成我们可以用的状态 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非常的大 所以就把功率 这个东西的单位 用它来作为名字 那瓦特这个单位 其实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每秒钟 放出一焦耳的能量 这个叫做一瓦特 那焦耳又是什么呢 对错 大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卡路里 对不对 卡路里的话 一卡是等于4.185焦耳 所以焦耳比卡稍微小一点 可是我们平常在减肥的人 我们讲说 吃这个东西几卡几卡 那个东西是千卡 是一千卡 或大卡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吃 一公克的淀粉类糖类 碳水化合物 一公克的白米饭 或者葡萄糖好了 吃下去 会产生4000卡的热量 热量就是能量 是一样的东西 以前这个我们小时候 有个健康食品的广告 我们这个食物高能量 但是低热量 完全敢不懂 它的意思就是说 高能量就是提供你 一天活动所需的能量 低热量就是让你不会变胖 完全没有道理 这个高能量它的定义是说 我们这个其实是 爱因斯坦的1等于MC柠檬 如果你把它转变成能量的话 它的质量被转变成能量 是高能量没错 但是它不是热 它要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吗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要念点物理 要懂物理 来念物理系 才不会被这些话术给骗了 你要这样子 你让广告业要怎么抹下去 好 所以刚才讲到的 这个瓦特 它其实是每秒钟娇耳 可是应该刚才娇耳 你要换成卡 大家后来对这东西都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每次很习惯 讲到这个 我都会用微波炉来当例子 用家庭电器 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 那大家如果 你用微波炉 你可能有些人 特别是这种科技阿宅 不去下厨房的 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你去买电脑的时候 你不是要一台 哇我最新的电竞电脑 要有一个超power的显示卡 我这个东西要拿来打游戏 开玩笑 如果你是超强显示卡 要玩游戏电竞用的 你可能需要就是那种 800瓦到1000瓦 没错 最近不是那个NVIDIA的 NVIDIA的 我们的 黄仁勋 叫做会行走的一兆元 对啊 来台湾嘛 对不对 它的显卡4090推出来嘛 大家都说 不过4090我跟你讲 1000瓦不够用 你大概要用到1300瓦 开玩笑 你要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跟你家里 冬天的时候 抬出来的电暖器 是同一种等级的你知道吗 那热量也很可怕 那散热很可怕 就是这里啊 对啊 重点在这里啊 所以那个我现在在用4090画图 只要那个一按下去 我的脚边就觉得 温度开始升高了 天啊 蛮很明显 真的很明显 所以那个黄仁勋 是打算卖电热器 可以一减二狗 冬天还 冬天就多算点图 来 对啊 顺便当暖器用 那所以这个就是 像我们煮东西要发热 或者是女生吹 洗碗头要吹头发 那个吹风机 这种都是属于高功率的电器 这个大概就都是1000瓦左右 没错 那个买那个电 就是吹风机 它都会飙 我有多少瓦 我曾经常看过 有1400瓦的 就是那种专业美容师 他们在用的 对 就是一吹头发就卷起来 他就是主要要做造型 那其实就破坏你毛细孔 那个法 法子的那个 然后我们人类 其实 以前我们最喜欢比喻 我们人类其实 平时生活的时候 为了维持体温 其实也会散热 所以我们人类的产热 大概就是60几瓦左右 就跟一个传统的那种电灯泡 我们家里 现在都用LED了 所以把人形容成电灯泡 这是有他的道理 可是比较早的那些电灯泡 就是那种所谓的白智灯 就是我们 会烫 摸到会烫的 就是大家在读历史 什么爱迪生发明 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主要 他不是第一个发明 他是改良的 可是那种传统的电灯泡 那差不多就是家里用 就是60瓦 真的跟人很接近 那现在大概用LED就已经 那个瓦数就低很多了 可是如果你这样算 你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 如果班上有20几个人 其实就相当于有一个 一台暖炉 暖炉 一千多瓦的暖炉摆在那边了 而且那个有时候 班一大到上百人 你相当于就摆了五台的暖炉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 这个学校在装冷气的时候 就可以算一下 没错 因为冷气现在都会告诉你 我这个功率是多少交耳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你想一想 你去挤电车 挤那个捷运 那真的很可怕 你看那个小小的车厢里面挤了上百人 那很可怕 那个热量都感觉到那个热浪 所以你看一百个人就六千瓦 是啊 对啊 再回到太阳 这个3.8乘以10的多少 26次方 所以你要用微波炉 用这一个会行走的一兆元 所做出来的这个显卡当作单位都可以 对对对 就是一千瓦 好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千瓦 它这个10的26次方瓦 那就是10的23次方千瓦 那我们知道10的12次方就是一兆 刚讲一兆元 所以一兆再一兆就是死的24次方 所以我这样算起来就是说 大概是3800亿台微波炉 同时打开再乘以一兆 天啊 这就是太阳的功率 我已经无法去想象这什么鬼 也就是一个太阳等于3800亿兆台微波炉 同时打开 这就是我们的太阳 所以很厉害 这个恒星的能量真的是不得了 而且它这是刹那间就这么多了 对是刹那间 而且刹那间一秒钟就这么多 而且它已经持续烧了好几十亿年 对啊 就是不只大 而且还非常的持久 看起来 听起来就知道有多浪费 对啊 都没用到 对啊 而且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些放出去没有马上用 它就会变成一种无用的能源 你干嘛 你多浪费啊 女生还在太阳底下撑阳闪 全阻挡它 已经够少了 所有的阳闪 上面通通改成太阳能板 然后这个闪柄 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插进去 这个用阳闪来帮它充电 这蛮不错的 那中间那一根直接用光阶来做的 却如何 太辛苦了 姑且不论这些阿宅的想象 所以我们讲说太阳很亮 一方面就是对照出它 释放出很多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用瓦特这东西 因为它就是转成电磁辐射嘛 所以瓦特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指标 说这个东西有多亮 对 因为它就是它所释放出来 每秒钟的所有各种不同波长的辐射 电磁波的能量的总和 对 要把所有的波段都统计进去 这个东西就叫做太阳的光度 叫做它的光度 跟亮度不一样哦 亮度会有差别 也就是它离我们比较近的时候 就会我们看起来更亮 因为它近到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个光的能量就更多了 对 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光度 虽然叫做光度 可是我们用直觉的理解 就是它放出来的功率 能量功率 所以这就是光度跟亮度不要搞错 太阳跟远处的星星 当然是太阳亮度比较大 对 它看起来超亮的 但是讲到光度的话 这就不一定了 所以有一些能量 有一些恒星 其实它的一方面它比较大颗 然后又比较年轻的时候 它的那个温度比较高 那放出来的这个总的这个功率 电磁波的功率也就是光度 事实上比太阳还大的这种星球是非常多的 那我有个问题 我们刚才有讲到 其实离我们比较近 比较亮的这些就是太阳 那些离我们很远 但是感觉也很亮 对也很亮 那个连距离那些到底怎么去观察它的 这个东西就是天文学家厉害的地方 那不过我们要先讲的就是 天上会亮的东西很多 对不对 那天文学家随时都在观测 而且他就要想各种办法去确定这个家伙 它到底可能是一个行星 是一个恒星 还是是一个银河系 甚至还有黑洞 对不对 各式各样会发光的东西 搞不好只是那个ISS的太空站 从我们上面过去而已 那这个东西有很多方法来 来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跟我们的距离 那这个通常最简单就是可以用类似三角测量法 你就要观察这个恒星一整年 因为我们地球在动 地球在转嘛 绕着这个太阳公转 对不对 不用一整年半年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就是从这个地球绕太阳的轨道的长走的两边 刚好一边叫做近日点 一边叫做远日点 那这样子我们两个观测位置是不是就离超远 对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能够 这个叫做所谓的观察的基线 就基本的那条线 那跟远方的天体是不是就可以拉出一个三角形了 对 那也就是说我在近日点这边的时候 看到那个星星的角度会跟我在远日点那边 那个角度会不一样 他会有这个因为观察的位置不一样 那他跟其他的星星的相对位置也会变得不一样 对 那我们利用这个做基准 其实跟古时候这些航海家在做测量 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了解 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离我们多远 就跟我们人要有左右眼 你才会办到距离一样 了解 了解 这个我真的现在才了解 那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东西 看起来没多亮 可是距离一算 而且他离我们超远的 就离我们那么远 还有这样子的亮度 我们就可以去回推 他整体的放出来的光度是多少的 对 因为他的光线是四面八方 类似像一个球体这样子散出去的 那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亮不亮常常是跟这个强度有关 所谓的强度就是 他这一个能量落在一个球壳上面 每单位面积所接受到的这个功率 对不对 这是所谓的强度 那因为我们已经离他很远的话 他那个光球是不是就变成超大的 所以面积就非常大 但是他在光球比较小的时候 跟光球比较大的时候 能量就是那些 因为他固定放出这些能量 所以离越远的话 那个面积那个分母是不是就变得越大 所以越远的话就越暗 是这个道理 了解 所以这个是亮度跟距离有关 但是光度就是说 我们直接看他能量是多少 对 所以这是一个反推的 因为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星星亮不亮 其实跟距离平方是成反比 因为如果这个球壳的表面积 它就是大家都学过 国中都学过这个公式 球壳的表面积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4πr平方 对啊 所以是跟距离平方成比例 然后我教书这么多年 我发现球壳的面积同学 比较记不住 我每次问这个 大家想了半天 有时候就会回程 3分之4πr平方 那是体 对不对 那是混在一起 把体质跟距离混在一起了 他就很记得那个3分之4 那个是球体的前面的技术 那因为是面积嘛 所以只能平方 平方 对 但是你那是要三次方的时候 它是球壳的体积 就很多同学都弄成这样 好像是 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老师比较爱考球壳的体积 那个球壳的面积 很多人都记不住 3分之4跟4 4比较容易记 比较容易 结果就大家都不考 结果就反而不记 我觉得反而是那种强迫性 因为它太难记了 我们会对3分之4这件事情 记得特别明显 比较用力的 对 老师也觉得我考 就要考一个比较难的 所以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这样 用我们刚才那个三角测量法 把距离定出来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算出这个光球的表面积 对 然后再来就看 我在地球上 整个我的探测器收到多少能量的电磁波 然后就把它沉回去 沉这个球的表面积 那我就可以回退这颗星球的光度是多少 没错 那在前不久呢 4月的时候 今年4月的时候 在英国的皇家天文学会的那个月报上面 就发了一个论文 他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史上最亮的宇宙爆炸事件 就是破纪录 所以才值得大奖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强的嘛 对 那你说 没有啊 我抬头一看没看到啊 对啊 我也不觉得有天上突然出现一个特别亮的东西 好这个东西 它是从2020年的年底那时候发现的 所以到现在是三年的时间 它就一直亮在那边 而且那个光度维持的蛮平稳的 好 然后呢 那个距离一算 离我们有多远 你知道吗 多远 80亿光年 真是有够远的 来来来来 光年 我们重新再来解释一些东西 光年 请大家理解 它不是时间 不要有年 对对对 很多人就说 我等超久 你要我等几光年 不是 光年是距离的单位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在天文学里头 因为都离东西都离超远的嘛 我们用什么公里公尺啊 就会变得 数字都大到什么 10的几十次方 这个大家如果记不得 你就记得邓紫棋啊 有没有 光年之外 外啊 那不是以后啊 光年之后 那大家都 应该大家都还知道 那个光速是多少嘛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 我们小时候都有 最喜欢讲说 绕地球七圈半 那就是闪电侠 那因为那个光速是 每秒30万公里 地球一周是4万嘛 所以七圈半是这样来的 可是光没事 不会绕着地球在那边转 除非地球变成黑洞 就光就在那边转 就出不去这样子 好 所以很快耶 一秒钟30万公里 对 就是从我们这边到月球 只要一秒钟多一点 到太阳的话 是8分钟多一点 那你想 80亿光年 首先光年就是一个 很大的单位 我已经帮大家算好了 差不多 一光年差不多就是 10兆公里 然后再乘80亿 这样子 今天的节目都在讲一些 我这辈子都不知道 怎么去念那个数字的 真希望通通换成钱 可能才 搞不好全世界的钱 累积起来都没这么多了 对啊 这就是所谓的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 大家就知道 天文数字的威力 听到一定的程度 又开始麻痹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它离我们 80亿光年超远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的那个 它发出来的光 我们这里都还量得到 还看得到 对啊 好 那这个 虽然可能已经很微弱了 可是大家诚诚看 想想看 我们那个探测器的 就看一下它的 那个接收面积 有多大嘛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沉回去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边 接收到的 等于是那个 半径为80亿光年的 那个光球里头的 一些小部分的面积嘛 我们把这个比例 沉回去 就可以得到 这个不知名的发光物体 它的光度是多少 这个听文学家就把它算一算 这没什么了不起 计算机按一按就好了 算出来的答案是 7乘以10的38次方 哇 什么 你还记得刚刚太阳 是10的几次方吗 26 26 所以插了10的12次方 而且它是7 太阳是3.8 对 那所以还要再插个2 10的12次方 刚刚我们讲过 10的12次方 刚好就是一兆 所以它的光度 它发光 它出来的电磁辐射的能量 是太阳的能量的两兆倍 两兆个太阳聚集在一起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 太阳的核中核的能量 一秒钟可以让地球人用 4000年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它发出来的能量 一秒钟可以让地球人 用8000兆年的时间 好浪费对不对 不是我听完 听到现在为止 我突然间觉得 黄仁勋的那个显示卡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你对数量级麻痹了 麻痹了 好 那 哇 有这么量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天文事件 对不对 对啊 那就要去想搞清楚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对啊 好 那大家 这个考一下JoJo 这个在天空中会放出很大能量 那种超量的东西 有什么 这个我们通常在游戏里头就会 Supernova 对 Supernova 对啊 光名字听起来就超微的 我跟你讲 不是这个 加上Super就很了不起 Nova还在加上Super 叫做超新星 超新星 对啊 其实挺吊诡的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它是星星已经快死掉的 对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对啊 超新星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名称诈漆的 对对对 可是听起来就比较威啊 因为通常就是因为它特别量就是已经毁了 对 那时候可能因为是它发生的时候就是以前没看到 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超量的东西就把它叫超新星 对 有历史上的因素 对 那是因为那时候还不晓得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对 对啊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其实就是最后要挂掉的星星 最后的一个大爆炸 可能那爆炸威力是真的很强啊 很强啊 所以在这个动漫画跟游戏里面 当然要把这个拿来用啊 可以取很中恶的名字 对啊 这个Zero老师以前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 没错 整天在玩的超级机器人的大战 这个Masaki 对 安藤正树的必杀技 魔装机神 Cosmonovar 各位各位 这个不是说 他们两个不好意思讲 我这时候就要讲 想当初两位 在连线电玩板上 叫做激战三大神的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写出来的攻略 哎呀 这个真是 真是 风光一失 开玩笑 因为年轻所犯下的错误 施老师专门在吐槽那个游戏的设计者 都用一些很贱的招式就给他打通关 这个好汉不提当年有 好我们就来看 那这个超新星爆炸 他威力非常的大 对不对 是恒星已经快要死掉的时候 然后这个把最后的能量 在一瞬间 全部放出来 这个听起来就很厉害 很厉害 抱歉 我们这个观察到的新的这个天文线下 比他强十倍 比我们目前所观察到最亮的超新星 还要再强十倍 对不起 我现在还是又有一个新的疑惑 超新星就是一颗新星爆炸了 对不对 那他是怎样 同时有十颗爆炸吗 不然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第一个能量的数量级不对 第二个他的特性也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超新星这个是时间的瞬间 对不对 所以他通常那个爆炸 砰一下就没了 对 所以他那个最亮的那个时间 其实都蛮短的 但是他之后还是有一些余境在那边 但是整个事件 从头到尾持续都了不起几个月而已 就会整个就熄掉消失了 但这个东西我们讲他已经三年了 而且是一直维持很稳定的这样子的亮度 所以他应该不是超新星 对 那又是什么呢 有什么 另外一个答案 我们刚刚讲的Masaki 开玩笑在玩极弦大战的时候 Masaki的绝招已经够酷了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一个对手 白河丑 黑洞男白河丑 对啊 如果我跟你讲这个很了不起 那名字取得超中恶的 这个是白河丑 使出来叫做黑洞缩退炮 所以你看到 刚才那个Supernova是白的亮出来 开玩笑 那个我要介绍一下坐机啊 格兰生个不是开玩笑 是 洗津格兰生 他最后会变成大魔王嘛 就是你本来你最可靠的伙伴 突然在你以为破关的时候 那时候多恨这家伙 又难打你知道吗 各位这个是第三次机器人大战流的剧情 你可以看到 第四次吧 第四次 第四次 第三次还没有 够久了啦 好啦不过大家说你看 造成心灵创伤也没有啦 到现在还记得了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刚才讲到刚好是一个对照 不过在我们都很感谢这种长寿番组 就系列做 做到一直做到现在都还持续有新作 开玩笑 我还在期待 前期不是在纪念已经30周年 我现在还在期待 他拉出来的外传 魔装机神看什么时候再推许作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个1991年推出第一作嘛 所以是2021年这个30周年纪念 那我们这个天文事件呢 因为他是在2020年年底被观测到 然后确定他是一个要列入记录的 他就被编号成AT2021 WX 那2021其实就是2021年啦 所以这颗星球呢 应该也是为了纪念机器人大战系列 30周年所引起的爆炸 这个搞不好就真的是说动胖 那前面前面的 A1不是阿姆的出品 装甲骑兵的不是这个 也不是AT立场 绝对领域 他是这个astronomical 这个transient 就是天文的战态现象 我跟你讲 这么难念 这个一定是故意抽这次的 根本就是为了激烈ATD 然后那个后面LWX是比较像流水号那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啦 不是巧合 是我们硬拗的 对不是他故意的 你说他是30周年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他是80亿光年以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事件是80亿年前发生的事情 天哪 真的是历史 这个196要讲到心之神 这个光的通讯 这个就要讲到相对论里面 这个所谓的同时性这件事情 是很吊诡的 这个空间中的距离就会造成时间中的距离 所以我们讲半天 那个事件早就已经过去80亿年 对啊 再讲80亿年前的故事 对对对 那那个地方现在变怎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知道必须再等80亿年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太阳爆炸了 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要8分钟后才会知道 对 好 所以讲到这个白河丑嘛 对不对 刚才讲到了 巨大的天文事件 好 比Cosmonova还强的 那的确就是白河丑 黑洞 比它还要强 黑洞炮 比它强一点 那就是有那种恒星啊 不小心靠的黑洞太近 那我们黑洞知道 那个黑洞的重力非常的强 所以它会有潮汐力 什么叫潮汐力呢 我们潮汐力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那个潮汐嘛 是月球的引力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海洋 那个海水 我们距离月球 地球在比较靠月球的那一边 跟在离月球比较远的那一边 它们两边受到的力 是不一样 因为重力是随着 距离平方成反病 所以距离不一样 就会重力不一样 但我们一般这种正常的天体 你会感觉到 你的头受到的重力 跟脚受到的重力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会 那是因为地球的重力 没有很大嘛 但是如果地球 今天是一颗黑洞的话 因为那个力量就会差很多 因为那个重力非常强 所以一点点的距离的不一样 那个重力的落差就会很大 所以如果把人放进黑洞里头的附近 还没有被黑洞吸进去的时候 就会因为 假如你的脚是靠近黑洞比较近的话 它受到的重力比较大嘛 对 你头受到的重力比较小嘛 那这个力一边大一边小 你是不是就会被拉长 那些一下子就被扯成一条很细的线 因为光是你的身高 这样子的那个重力差 就已经非常的巨大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如果你受到的力 头跟脚都一样大的话 你可以变成自由落体掉下去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 自己受到很大的力 因为你的头跟脚 受到的力是一样的 对 可是呢就是这里尴尬 潮吸力会造成你头跟脚的力量不一样 所以你居然是自由落体掉下去 你本身自己还会被拉长 对 就解题了 这个需要是一点都不有趣好不好 这拉长这一点不有趣 就物理学家的有趣 不是一般人会认为有趣的事 尤其被放在例子的当事人 不是自己的时候就特别有趣 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颗恒星 恒星当然非常巨大嘛 对不对 然后靠近了黑洞 黑洞的重力又非常巨大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恒星的两头 它的那个重力的差 是不是就更大了 好 这个就是潮汐力 所以这个 恒星受到黑洞 这个潮汐力这样一拉 这个恒星就被扯碎了 这个叫做潮汐破坏现象 那这个的能量是比 这个潮汐星又更高的 不过可见白河丑的确比马萨基强 强 这可以从这里证明 不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力量大大都可以理解 这个被扯碎的这些质量 这些物质掉到黑洞里的时候会再放出能量 对 因为就是重力未能下降了嘛 而且是以这种非常快的速度被吸进去 所以就变成这个电磁波的形式放出来了 这个想想蛮恐怖的 都在一瞬间 对 一瞬间 然后就被一个本来远远的恒星 就被扯成一条细细的直线 吸进去 然后就发出了非常强的光 搞不好我们眼睛都还看不到 拉成一条线 它直接就是一个光这样子散出 对 因为那个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瞬间 对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它呢 抱歉 这个虽然白鹤丑很强 但是还是不够强 因为我们这个AT2021WX的这个事件呢 又比目前我们观测到的 这个黑洞的潮汐破坏事件 又强三倍 感觉上就是机器人大战 又登场了新的大魔王 可以用的招数了 这个我真的要告诉大家 这个我知道 这个要不是就是变形金刚 那个宇宙大地 不然哦 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了 真的 这太可怕了 什么可能性 就是漫威里面 行星吞噬者 有没有 不是有一个冲浪的 银色冲浪手 他后面那个老板 专门就在吃行星的 可是吃行星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吃恒星 对啊 吃恒星一定比吃行星厉害啊 对不对 他就是吃恒星 所以你那个行星吞噬者 还是不够力 不够力 叫恒星吞噬者 那那个 所以这样就 这个也不是啊 但是确实 我们虽然说 它是史上最大爆炸事件 可是本来我们的天体中 的确就存在有比它还亮的东西 那就是所谓的 类星体 有个 也是听起来很威的名字 叫做奎色 那个好像也被用来什么 我记得有某个科幻片 它的反派就叫做什么 奎色人 之类的 好像有这个 我忘记 有有有 只是我突然间 你抓不出来是哪一部 有有有 那这个类星体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说像 每个银河系 中间都可能有一个 非常巨大的黑洞 因为银河就是一大堆星球 挤在一起嘛 那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重力啊 所以大家都会被往中心 一直吸 一直吸 之后就变成一个黑洞 那这个黑洞的质量 这不是普通的黑洞 它的质量可以是 太阳的从几百万倍 到几十亿倍 因为它是已经 恒星吞噬者 已经吃了不少 恒星在那边了 然后呢 在它周围会有一些像 宇宙城啊 什么那些 不成形的东西 在它旁边会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吸机盘 这样子的东西 像我们前几年不是有拍到 那个黑洞的照片吗 对对对 你看到一个像田园圈 那个东西嘛 那就是它旁边的吸机盘 吸机盘那个 里面的物质 就会持续的一直被那个黑洞 一直吸进去 一直吸进去 跟刚刚讲的那个一样 那就会持续的放出电磁波 那因为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巨大 因为它是银河中心的 超巨大质量的黑洞 所以它放出来的能量 确实就会跟我们看到的这个差不多 哇 可是它是一直持续 对啊 它不是突然的 因为银河系中线的黑洞 不会突然冒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那个 就跟我们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东西 就不一样 就不是AT了 就不是战态事件 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而且它发光的这个形式 也有点不一样 它是会这样子 忽强忽弱忽强忽弱 好像有点脉动那样 这个我知道 我最近有看一部电影 有在讲这个 那一部叫做 妈的多重宇宙 里面的甜甜圈就是这样子 能量释放不断的吸什么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搞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它就是一个 史上最大的天文爆炸事件 那当然他们有提出一些假说 就是说可能也是黑洞 然后它并不是吸到一个恒星 是一个规模更大的东西 就是一大片巨大的宇宙层 它的质量可能是一般恒星的几千倍 这样 这应该是从那个能量的数量级 跟那个世界去推算出来 而且为什么不是一颗恒星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恒星吸进去 啪 没有了 一下就没有了 那如果你是一大片宇宙层的话 就可以慢慢地吸 它就是飘飘飘飘飘飘 然后这个宇宙层比较靠近 被吸进去之后 它发出了光 而且因为这个宇宙层是 我们可以把小城跟我们的空气分子 有点类似嘛 它突然有着这个剧烈的运动 它就会有冲击波去影响到周边 其他的宇宙层跟那个黑洞的吸击排 这个其实你可以想象 你就想象是什么 你把那个捕蚊灯 拿到那个田野间 你就看到那个啪啪啪 那个闪光一直闪着 对啊 差不多就那个 用捕蚊灯来比喻 忽然觉得 就no了 别这样吧 本来看他在讲必杀技 你现在跟我讲捕蚊灯 说对吧 cosmo no 所以这个 应该就是目前天文学家 从观测到的世界 所推出来的可能的剧本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 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也还在持续的 近情跟观测当中 而且他们只观察了三年 对不对 搞不好要30年 搞不好要30亿年 对啊 有可能的 然后 那又讲都80亿年前的事 对啊 忽然讲他是81年前的事情 忽然有一种 I don't care 的感觉 宇宙真是不可思议 好啦 这个都今天都讲到这种超夸张的数字 所以今天我们的录音的时间也比平常长 因为光是讲数字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同时那些数字害我们时间拉这么长 好啦 所以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国客会对本频道的支持 是的 当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对啦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一直陪伴着我们 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30亿年之后还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定 然后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差不多我们持续的时间也跟这个AT2021LWX差不多的时间 也都维持同样的亮度在运行 而且程度跟水准都一直持平 不过我有点担心他明天突然熄掉 这个口彩就不好 别这样 这个都不知道 这是天有不测风云 你想想嘛 就算他明天熄掉也是81年前的事了 无所谓 我们就要赶快讲说我们是类心体 一直持续下去 好 那当然还是一样 也欢迎各位要收看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亮子熊 还有热血科学家的 长话短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 拜拜